大家好,我是小光 今天就和大家去一個有多東西吃,有多東西買的地方 就是位於北九州最新開幕的The Outlet 這個Outlet 在2年4月28日才新開張 亦都是九州最大的Outlet 在這條影片,小光會介紹一些交通資訊 場內的店舖分佈、品牌和折扣等等 還會介紹這裏的 food court 和美食車 想知道以上精彩內容的話,千萬不要錯過今集 是否則是電視訊 是否則是可以幫助動資訊 市民盟裡的公式 市民盟裡的公司 是否不宜遲,立即進入正題 講講交通 在非自駕遊方面 如果大家來到福岡 是由博多站出發 只需要乘乘JR的六二島線 一路乘到Sprayware站下車就可以 出油站後走幾分鐘 車程大約70分鐘左右 好處是一程過 不需要轉車 自駕遊的朋友不用擔心 歐雷環邮四面都有大型免費停車場 分為中、南、西、北區 可以融合四千八輛 建議大家拍下車後 記下哪個分區就可以找回自己的車 如果你由中門進去 一進去就已經看到Coach 整個Outlet 都是以單層店鋪的大街組成 由於是新開的Outlet 風格都比較時尚一些 和年輕一些 如果是下雨天的話 旁邊都有些有頂可以遮雨 所以都不用擔心 這個Outlet的店鋪分佈比較隨意 男女裝、休閒衣、閒衣款 都在同一個地區 而Outlet的大街中間 都有些休息的地方讓大家休息一下 一家人來到就可以讓小朋友 短暫放電 現在帶大家進店鋪看看 見到紅色這個牌就興奮 最高要成兩折優惠 而且款式一點都不失禮 價錢都是二千日圓 即是百二元港幣左右 復光的女生比較多 走這種優雅路線 上下身加起來都是四千日圓 這些裙子是一千日圓 好誇張 一千日圓 五十日圓 五十日圓 一條靚靚靚 哈哈 全部衣服都是二千多日圓 一千多日圓 一千多日圓 像這間一樣 就做五千日圓兩雙鞋 不過 這個優惠就有限定 指定款式一雙鞋 以及自選款式一雙鞋 當中有不少款都不錯 大家來慢慢選 之後我們再看看其他店鋪 這間有新款兩件 有九折優惠 而且風格都比較有優閒 少女風多些 個別的衣服還有六折優惠 女士們要出手了 而這麼多位男士 在這個時候 就要打算十二分精神 因為你不知道 你女朋友隨時有可能會問你 一百萬的問題 以下哪個對白 是跟女朋友逛街時會問的 A 不過好像有點貴 B 我穿這件衣服好不好看 C 這件衣服會不會顯得很肥 D C 這件衣服會不會顯得很肥 呃 答案B 麻煩你 正確答案B 看看是吧 正確答案E 以上街市 答完這個一百萬的問題 又有新問題 每一件隨手拿起都有一支 最大煩惱就是 拿完這件之後 會不會有再便宜一點 怎算好呢 這件衣服 來到OLED 除了日本牌子之外 也要看看外國牌子 款式當然不再說 最重要是產品質素有保證 買一對 起碼可以穿十年 如果覺得剛剛那些款式太貴 這裡有一些特價斷馬鞋 價錢相宜之外 還有一種尋寶的感覺 這個OLED 面積很大 所以連鎖店都會比較大 好像這間Editas 買了兩件就有七折 跟剛才一樣 都有一些斷馬的款式 這裡主打是顏色簡單 同時實用的款式 男士的話 配合Smart Casual 或者運動裝都可以 大家眼見 這款式大概是5000日圓左右 但如果是由身分來 加上日圓便宜 退稅等等 我想分分鐘都等於香港的七折 說到退稅 這裡不是所有店鋪都可以退稅 只有Test Free貼紙的店鋪 才可以辦理退稅 大家一定要留意 還有記得戴護照更新 否則 現在帶大家穿其他運動衣服 近期都流行瑜伽衣服 價錢都是3700日圓 雖然每次OLED都帶出血 但小公一場來到 都要買些東西哄自己 這些訓練裝 簡單正式油快光 價錢就要2860日圓 但我眼見幾家OLED這個品牌 價錢都差不多 有興趣的朋友就自己來看看 其實這裡真的太大了 很多店鋪都不知從哪裏走好 又不知想找那個品牌在哪裏 不用怕 有它 OLED的電子紙 無論食店賣衣服 所有店鋪都找得到 簡單單按幾下 就可以找到所有店鋪和餐廳的資料 還可以對應中文、英文、韓文 多種語言 簡單易用 每天都要照顧自己的肚子 在OLED這裏 逢星期六日便有美食車出現 大家可以像我一樣買一杯冷飲料 燒燒鼠 我這杯是藍莓草莓的沙冰 甜得來又不漏 有些少清新的感覺 這間是專賣美國29 配上薯條、炸飲料等等 旁邊已經聞到很香 對於減肥的朋友來說 簡直是惡魔的化身 價錢方面都是1500日圓 OLED算公道 整個美食車範圍大概有六間 而且跟一般不同的是 這裡還有樓上座位 不過坐上面沒有啞遮頭 比較曬 吃飽飽之後還可以做個飯後活動 不過要小心 否則就變成田雞 除了食物之外 部分擺設都很特別 雖然跟店舖好像沒有太大關係 這個女神還有一條頸鏈 附近的餐車都是用這些炸物為主 不健康的東西都是微微的 價錢一般都不算太貴 如果覺得不夠飽的話 整個飯都還可以 價錢都是900日圓 1000日圓左右 對面就有間咖哩飯 喜歡吃辛辣的朋友都沒問題 這個位置就夠開洋 不過如果下雨天的話都很麻煩 而且沒理由擔住巴傘去吃飯 其實這裡除了戶外的美食車之外 室內也有個food court 走入剛剛那個玻璃大門 就可以看到這個food court 整個food court 都夠小 如果不是日本長假期 一般都不會太多人 在這裡有自在飲水機 保證安全飲用 先介紹這裡有什麼餐廳 第一間就是這間韓食 不過大家來日本 不會有量吃韓國料理 想便宜一點就可以吃這間烏冬 價錢都是500日圓左右 相當實惠 旁邊就是這個烤豬肉 和式定食 來遠聞到都香噴噴的 這裡都有咖哩 不過看外表就好像美食車的那間吸引 如果想吃西餐的話 這裡都有Stick House 吃完之後還有甜點 即是Buffet雪糕等等 而且food court 一樣有大水牌 這樣就可以顯示所有餐廳 可以省下腳骨力去找 吃完之後還會在這裡 配合下一站去哪裏 這個指示牌 亦會配有不同的語言 所以不用怕看不明白 咦?這裡是二樓 原來是剛才快餐車的二樓 不過小剛就推薦這間 極美屋漢堡扒 這間店鋪在博多和天神都有分店 但總是爬了長龍 而勾來這間店鋪 我就不用排隊 可以舒服慢慢享受 下單之後五分鐘左右 廚師就會煮好 上菜之後千萬不要碰碗 不然就變成豬手 聽聲音好像已經感覺到油脂分泌 如果不想太油膩的話 其實可以混合飯一起吃也可以 而小剛就在另一間店鋪買了這間店鋪 標明每天限量出售 所以就要試一試 看到這個蛋我忍不住想刺一下它 是否立即很有畫面感呢 這個當飯的蝦非常滑 口感一流 不過要吹無求疵的話 蝦的鮮味如果可以再強一點就更加好 在Food Court位置附近 其實還有其他店鋪 一入門口左邊就是一間Barbary 裡面已經有成為男裝 女裝 手袋 人包 折扣也不少 怎樣計算也好 都一定是蘋果在香港買的 旁邊還有一間麵包店 如果你爭分奪秒想購物的話 就在這裡買個包 頂一頂肚 然後繼續去血病 另外也是一間賣藥妝的店 如果見到一些平時用開 或者適合心意的產品的話 都可以在這裡一次過買 在旁邊還有一間賣水果的店 大家可以回酒店之前 在這裡選一選水果再回去享受 吃完飯之後 我們再去逛一會 其實逛逛逛逛 吃完飯之後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在歐尼這裡實在太多店 我不可以全部介紹 不過小江建議大家 可以沿著現在影片的路線走 因為還有一個超大型的Eon Mall 在旁邊 難得一場來到 沒理由不去 在美食車的位置 那條天橋 一路向前 大概走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見到 我們發現這裡有些價錢 其實比歐尼更划算 而且目標的客人群 都是中價以下的消費群 大家有時間靜 就過來看看 這裡樓高三層 還有一個小型的Food Court 走到累的話 都可以在這裡坐下 這裡大小牌子也有 衣服也有 衣服也有 廚房用品也有 而且小江覺得這裡的氣氛 就比較慢一點 就不知道歐尼那裡 好像要拼命買 拼命鞋那種感覺 藍線門的話 應該會喜歡這裡多些 在這裡還有一間 很大間的Freecorns 買很多性價比高的生活小家品 如果帶了小朋友來 又慎悶的話 就可以帶他們來這裡 這裡有玩具房子 還有一些電子產品 有賣遊戲機之類 到時大家一家大小 都有各自天地 其實除了北九州這個新歐尼之外 福岡市附近 還有兩個比較多人去的OLED 分別是 萬年階市OLED 以及鳥妻OLED 兩個OLED 小江之前也有介紹過 大家可以點擊上面的連結 看看吧 今日的時間又到了 不知道大家對於 九州這個新OLED 有沒有興趣呢? 你們有沒有哪一個OLED 是最想去的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讓我知道多些你們的看法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 記得按旁邊的鈴鈴 Follow我Facebook和IG 那你就一同我下一條影片 最新收看的觀眾 我是新造福光不知福的小江 我們下次見 拜拜